台湾知名人士邱逸在结束21天的隔离后 7月12号来到厦门钢瑜体育馆 自愿免费接种大陆科兴疫苗第一剂 在留关半个小时后 邱逸在记者采访时表示 感觉一切正常 当天下午40时许 邱逸来到厦门钢瑜体育馆 新冠疫苗大型集中接种点 在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组织引导下 经过信息登记 体温测量等流程后 来到11号窗口 接种大陆科兴第一剂疫苗 医护人员向邱逸介绍 此次施打的是北京科兴疫苗 有效期至2023年6月10号 接种后 医生又叮嘱 要留下来观察半个小时 接种处24小时不碰水 数天内不要剧烈运动 饮食需清淡 很好 非常好 一切正常 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 邱逸告诉记者 之所以搭飞机从台湾来到厦门打疫苗 是因为厦门是自己老家 并对厦门严谨的防疫管理点赞 这次来到厦门隔离期间 感受到这里滴水不漏般的防疫措施 厦门是我老家 所以虽然厦门的防疫管理 特别的周延 特别的严谨 到厦门要在酒店里面整整隔离21天 而且21天里面做了11次的核酸检测 做了两次的血清抗体检测 所以我觉得小心是应该的 因为不要说来这边打疫苗 反而制造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跟困扰 据透露 接下来秋益将在厦门 泉州和上海等地进行演讲路演等活动 预计于8月1号在厦门施打第二剂大陆新冠疫苗 截至6月30号 在大陆接种疫苗的台胞已达9.9万人 接种剂次约17.4万剂